伏笔回收,只有淡淡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上话,光心用生命换取众人新一轮的逃生之路 一处小房间内,幸存者们正漫无目的地刷着电视栏目 在不断地换台之后,镜头定格在一名女孩身上 那名女孩说 感觉已经住在和去年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我是不是唯一一名因为自杀念头而夜不能寐发抖的人 会长看着节目渐渐冒出冷汗 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我的妈妈就再也没出门一步 她说,她再也有法相信任何人了 她开始相信那些疯狂的阴谋论 但你知道的,我也不是天才 分不清真相和谎言的界限 我一直在问自己 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 今天,我会决定上电视的时候 我知道,负责人也会看这个 所以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说出这件事 会长越来越紧张 女孩呼之欲出的那些言语 仿佛随时都能记碎她的内心防线 句传永远都是我们的偶像 等了半天,原来是脑残粉在对偶像表白 偶像兼击者居穿的婚外情变成了婚姻 这就是人们讨论阴谋论的原因 逃亡小分队静静看着电视机里的新闻 东山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谢天谢地 会长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 东山解释 呃,我是居穿的粉丝 听着东山奇怪的解释 会长反而稍微放松了一点 有人随即变成怪物 而且还爆发了几场战争 新闻上唯一报道的是一起名人出轨丑闻 你居然松了口气 东山想解释什么 会长打断了她 我不是在讽刺 只是 一群高中恐怖分子越狱了 居然还没有人报道 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三音说 我也曾经在电视上露过脸 现在没人记得我了 我还失去了一条手臂 感觉确实像做梦一样 电视是电剧人这件事也是 丁字侧躺着看着电视 这就是那些恶魔都害怕的孩子吗 他睡觉的样子看起来好可爱 三音问丁子 我说到洗澡的时间不会太长吗 大家都在等着洗澡呢 丁子表示 别看着我 这里是姬和的藏身之处 把你的抱怨说给他听 姬和桌前的食物堆成了小山 而他正以一种特别没有美感的方式 胡吃还猜 丁子也不禁有些纳闷 他是天生瘦还是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欣赏吃播时 丁子突然起声问三音 你的手臂去哪了 众人被吓得尖叫 丁子则是一脸懵逼 嗯 我在哪里 东山联盟和饥饿汇报 会长因为第一次见到电视人说话 有些小激动 丁子则觉得 丁子睡着的时候更好看 继续回去睡觉去 丁子问三音 你的手呢 被你的朋友砍掉了 为什么 不知道 我是在做梦吗 说时时那时快 伍师刀以一招从天而降的脚法 猛踹电子的蛋 电子痛苦大叫 电子直呼好残忍 而伍师刀却觉得 这辈子洗完澡 最爽的就是这次 你的子孙带 我可是好好的 给你塞了两颗蛋在里边 就是为了让我的脚 敲响复仇的终身 来吧 变成电剧人吧 第三回合 开打 没给电子变身的时间 一脚战争践踏送上 电子的蛋再次遭受到了冲击 这让一旁的东山河会长 都被欧德觉得胯下一梁 战争骑在电子身上 恶恶恶地盯着他 我要找的不是人类的你 快点醒来电剧人 面对战争的威胁 电子这个表情 显然是没有从痛苦中走出来 东山缓缓靠近会长 我觉得别跟这些人 在一起比较好 但是 现在也没有别的地方 给他们去了 本话内容在蛋翠中结束 好消息 电子的痛苦 只会持续一个星期 下周不休看 应该这样 想看 什么 孙气